当十号历经十次死亡 都无法修出第二道仙气后 他开始陷入绝望 认为自己会步入小仙王的后尘 书接上回 十号在成功进入人仙殿的密室后 他立刻闭关开始修炼第二道仙气 十号手持仙肿盘坐当中 承受着诸天万道的碾压 当初他在青石鹿承受三千道则锤炼时 便是九死一生 如今增加至万道 可以想象究竟有多么艰难 虽说十号已经修炼出了仙气 身体承受力要比以前强了数倍 可即便如此 面对万道加身还是凶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的性命犹如风中残烛 随时都有可能会熄灭 最终十号由于没有掌控好火后 以天地之气铸造的熔炉爆碎 他自身也被万道火光彻底淹没 即便是丢掉仙种也为时已晚 万火加身如同上万柄仙刀斩来 让十号难以承受 十号知道无法躲避 便只能全力抗争 他在剧痛中体会万道焚烧魂破 斩杀肉身的经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伴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 身死到消 在死去的最后那一刻 十号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仿佛什么都不复存在 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中 不过很快在虚无间 十号的灵石与躯体载聚 又重新融合在了一起 顿时密室内弥漫着一股新生的气息 他像是从太初年代走来 独自一人穿越永恒的黑暗 经历了一场轮回再次复苏 并且十号在复苏的过程中 看到了一幅神秘的画面 那是一个天资超绝的年轻人 他被尊称为小仙王 他在修出一道仙气后 却并不满足 反而想更进一步 成为世间最强者 而他所选择的道路 正是与十号相同 以万道焚烧己身 超脱极限 不过最后他也在爆炸中化为了灰烬 显然上一纪元的小仙王 也曾来到人仙殿中误导 十号仔细琢磨了很长时间 不断思考两人失败的经验 再次开始闭关 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十号吞食了不少圣药 让自己可以坚持得更久 然而火光滔滔 十号还是被万道震杀 第二次死去 如此循环往复一直到了第九回 十号便只剩下了最后一条生命 在这期间 他也看到了小仙王断体的过程 一直在破碎死亡 不能超脱 无法修出第二道仙气 十号并没有因为前九次的失败而放弃 他手持仙种进入了忘我的状态 他知道若是再次失败 下一次就要真正面对死亡了 届时十号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毕竟这条路如此坦坷 古来至今没有一人可以成功 十号这一次坚持了很久 他如同一座塑像 化成了不动针线 他经历了这九次死亡后 故此承受能力变得更强 自然也就走得更远 哪怕他最后失败 没有修出第二道仙气 这次的经历对他来说 也算是一份巨大的造化 不说其他 单是经历生死后 十号的轮回宝树就会有志的飞跃 威力会更加逆天 在这间密室中大道符文 交织成为一片壮丽河山 向着十号与天地如身撞去 十号身形不稳 剧烈晃动起来 然而那些大道符文 逐渐深入进了十号灵魂中 要将其抹杀 十号的肉身与猿神 都开始出现破裂 这条路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可仍然不见第二道仙气出现 十号有一种直觉已经不远了 他还想再坚持下去 不过最终伴随着咔嚓一声 卢顶被震碎 十号的肉身四分五裂 他的眉心也彻底炸开 猿神被万道震死 最后一次 十号仍然以失败告终 十号复活后开始反思 他究竟还差多少 才能修出第二道仙气 此时密室内的石壁上 也浮现出了小仙王西域的画面 他同样也是经历了十次 依旧没有迈出那一步 有人劝道他事实证明 这条路行不通 还是就此止步吧 小仙王没有沮丧 他依旧要坚持着走下去 因为他认为 若是不能成为至强者 不踏出无敌路 就算去了那片战场 也毫无是处 父辈的血已流尽 他必当崛起 十号看着小仙王与自己的经历 叛息到十死无生 他的身体感到了一阵凉意 他与小仙王都有同一种心境 都认为自己离那一步 已经不远了 即将要成功 可若是真的如同小仙王那样走下去 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最终隐落 十号一生轻探后离开了密室 进入了第二道光门 这里药香扑鼻 流光溢彩 显然这里曾是一处炼药之地 由于之前的日积月累 不少药性精华都残留到了石壁上 可突然间 粗糙的石壁上再次出现画面 这次他所看到的并非是活生生的小仙王 而是一具冰凉的躯体 他被人抬进了这间炼药室 彻底宣告了陨落 十号默默站立很久 他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条绝路 他注定会走向死亡 不过十号又非常好奇 小仙王在最后一次的断题中 为何能够保住肉身 没有被焚成灰烬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许久之后十号才彻底醒悟 他不能被小仙王的失败而气馁 小仙王虽然失败了 但不意味着他也会失败 十号目光站站 他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止步不前 这一刻十号心坚如铁石 不可撼动 但他也绝对不会白白送死 他要彻底闭关进行顿武 真正的洞彻这条路的所有 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随后十号踏出了人仙殿 重新回到了药园中